欢迎你回到 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 蓝营这一盘散沙 不是我说的 大家都这么讲 现在能不能够 因为赵先生进来之后 这个散沙可以完全的团结在一起 然后再造奇迹 现在卡在赵少康 如果回到国民党 是不是这个资格 可不可以选党主席这件事 今天赵少康讲了 当不当党主席 真的没有关系 也没有这么严重 我当不当都可以帮国民党 帮蓝军 帮国家做事 可是赵少康 赵先生在前天已经讲过了 他会出来 有一个人是关键 就是韩国瑜 所以韩赵结盟 现在已经成型了 很难想象 就是说在2020初选的时候 对不对 那个时候赵少康是没有挺韩的 他挺郭 对 在那种状况之下 而且在讨论的过程 有一些贬义 所以大格局的人就这样 今天我看韩国瑜的时候 他是对整个中美台 台湾现在的国际形势 忧心忡忡 你要理解他们两个见面 大概是在去年第四季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美国总统大选 而且川普在最后阶段 在世界上到处点火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是对台湾 是更困难 更危险 最近我韩国瑜就也提到说 他当时的那种内心的一种 急迫感 虽然他没有在台面上 我说你 他是当然 有些人很适合 但韩国瑜不是 他认为说这个时候如果韩出来选 你是说选主席 对 对党会受到另外一种批判 然后他个人 我认为他出来也会先受伤 但他也没有讲说是怎么样 他说本来我们是约这个礼拜 还要吃饭 这个礼拜 对 礼拜天 跟韩吗 没有 就取消了 昨天取消了 就说因为今天就提前 其实我跟你讲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提前宣布 本来是说是在元宵 过晚年 让大家好好过年 所以也许误打误撞 这个议题会影响到礼拜六投票 会 一定会 因为大家觉得说国民党在改变 你不要小看 你看留言所有网路上这些 很多人说早 早 年轻人根本不吃这套 不会的 我跟你讲 年轻人很理性 我要跟大家报告 年轻人支持蔡英文那一块 已经离开了三成多了 可是有没有回来国民党 没有 是他们在判断 他们有他们的管道 他们有他们截取资讯的管道 他会去判断 他不会说 我胖中吃两个胖中成为文 我就觉得不是以年龄来看的 但是赵绍康因为提前宣布这个 一定对礼拜六起了一个化学变化 对这个化学变化就在讲 很多人问我说 江启臣现在江启臣你是副秘书长 你现在要怎么办 我放心 江启臣是很大气的 我们都很认识他 第一时间我跟你说他也是会讨论 我说这个就是 他说让更多正向能量的人回到党内 对国民党是加分的 如果三个人都有成功不必在我 我跟你说 一支筒筒筒一支筒就比较定 国民党就不一样 你没有拿到政权 你有再多的报复 你也没办法施展 那你说 你要让人民过幸福快乐日子 你没有政权 你就没有办法去施政 所以就变成都是空话 可是现在有人讲 党章党纲 這個可以 那個不可以 可以不可以 我跟你講 政黨的黨章跟黨綱 跟憲法是不一樣 憲法要很嚴謹 可能一百年兩百年都不會動 可是政黨彈性很大 國民黨從創黨到現在一百二十六年 彈性很大的 從早期的同盟會 新中會 中華革命黨 中國革命黨 國民黨再到中國國民黨 我跟你講 從北伐 從抗戰 從國共內部 一直到牽台 彈性很大 所以你說江啟臣會去 趙紹康 不可能 我跟你說 他的格局不是這樣的人 他當時要出來承擔補選的時候 他講過什麼話 他自己都很清楚 那我能做 再來趙紹康講了 不過我覺得他昨天講得不漂亮 你簽給我門票我不一定要選 我告訴你 不能這樣說 你這樣讓人變成為人 好像 你這句話就很容易造成人家對 黨員 不是 黨員會對江啟臣誤解 好像是江啟臣講白了 他是開大門走大陸看這種事情 所以韓國瑜他 我們談過那個話以後我就知道說 有人講說這是結盟 我認為不要用結盟 那用什麼 就大家對台灣的前途 中華民國的未來 憂心忡忡 所以才會說是不是要想到 那又有人跟我講 朱立倫和你不錯 我說對 大家都不錯 什麼人會壞 馬英九也和我不錯 對不對 那你要看大是大非的時候 你政黨沒有辦法取得政權 我跟你講今天如果 只有一招可以把民進黨拉下來 換國民黨執政 讓百姓改變生活 那你這一招你不用 你是自己廟室的 你還在講那五四三個也沒辦法 所以哥哥去年這個韓國瑜 三股茅座要請趙先生出來 這個他有跟你商量 他有跟你商量過 沒有 然後因為他跟我講 完宵要講就沒有講趙哨康 是我太厲害了 我不要跟你講這個 再來 我這樣講並不表示說 就是趙哨康我們支持趙哨康 因為黨變化太大 政治計畫趕不上變化 你怎麼知道這個國民黨內部 這種僵化的文化裡面 光是這個中常會 最後會做什麼決議 江啟臣說好 通過要讓他來選 你主席講的 我跟你講都不一定 上個禮拜的中常會怎麼樣 對不對 如果各個派系有 個別的派系政治利益 要進來牽扯的話 這就叫做真的 放在橋梯還不會做堆 這句話我也有聽人說過 輝文 到底會不會團結起來 我來跟所有的觀眾朋友 跟網友做一個腦筋急轉彎 我也考一下前子 前子這答案很簡單 不要考我 不考你考誰 我不能考謝龍介 我考你 然後謝龍介你不能講話 在趙紹康宣布他可能選 國民黨黨主席之前 上一個宣布要選黨主席人是誰 是誰 是謝龍介 大家都忘了 真的 邊界說要選的是他 很多人為了謝龍介入黨 你會記得嗎 我來補充這點 好 你說 兩萬多個 兩萬多個黨員 就是在提名那個 部分區 部分區的中央委員會的時候 我說我考慮 很多人勸我退出 明年1月11號選完了 我會參選 因為我認為說韓國瑜的聲勢很好 一定國會可以過半 吳敦義你就變立法院長了 變立法院長主席就要改選 所以我要參選黨主席 後來兩萬多個 一直到補選的時候 等於他們要離開的時候 怎麼 其實這個也是改變體制 要離開的時候就訂出 選舉的日期 補選的日期 可是人家是應該後面的人來推 不過你就把它訂好 因為訂了那個日期 而且本來的黨代表大會規定的 一年是從下屆開始 補選不是下一屆 但是他就補選拿來用 所以變成補選的時候 那兩萬多個 大概只有四千個有投票權 是這樣 一切都有機關酸禁的 這個也不是 尤其他們不是針對誰 對 一切都有蹊跷 沒有 先說 所以我說這個往事是跟他說 我們的朋友是受到多大的威懷 現在還要把他罵勵 我贊成台南的朋友 把他市議員罷免掉 因為他一直在台南也不是辦法 他要去中央 去這個立法院來歷練 我來補選剛才的論點 說到趙先生跟韓國瑜的問題 這是1994年趙昭康跟陳水扁 在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那個辯論 非常經典的辯論 趙昭康發言 他高喊中華民國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他喊了三次 他說陳水扁 你敢不敢跟我喊中華民國萬歲 陳水扁不敢 這個是1994年 這個是2020的總統大選 第一場的證監發表會 韓國瑜也正必高呼 三次中華民國萬歲 他對著在場的蔡英文總統說 你敢不敢喊 蔡總統你回都不敢回 那我請問觀眾朋友 你覺得這是巧合嗎 這當然不是巧合 這當然是韓國瑜他在競選的 這個最關鍵的電視證監發表會 他請了一個教練 他請了一個教練去教他 然後他把他1994年 電程水扁的這個 就交給韓國瑜 韓國瑜願意採納是什麼 表示他非常信任這個教練 所以你在第一場證監發表會 第一趴你去看 他們總共有三場這一趴 第一趴他就講了 他就講這個 然後蔡總統敢不敢 蔡總統不敢喊中華民國萬歲 中華民國總統 不敢喊中華民國萬歲 你看這多悲哀 我給大家看這個新聞 這個是嘉芬姐跟韓國瑜 被羞辱的新聞 這個友台的名嘴 我們就不要講名字了 他說李嘉芬 他的神秘嘉賓是王立強 我看很多人都忘了 王立強是誰 王立強是澳洲的烏龍監共諜 共諜案 對 烏龍 一個超級的大烏龍 然後也去罵韓國瑜 也去罵李嘉芬 結果這個名嘴不起訴 完全沒有證據 說什麼王立強是什麼神秘嘉賓 然後跟李嘉芬要見面什麼 根本沒這回事 然後我舉這個例子是告訴大家 今天趙先生他願意出來選 我無條件的支持 但是我是要告訴大家 你即將會看到很多對趙少康 對他的夫人 對他的家人 你看李嘉芬怎麼被修理的 你看韓濱是怎麼被修理的 你看韓國瑜是 我跟你講這些1450 趙先那天講得很豪氣甘允 1450來 我不怕你 不怕才怪 趙先也不要自己吹口哨壯膽 1450的毀滅性 他當初把一個民調這麼高的 韓國瑜砸 反正變成這個 韓國瑜不是第一個 對 他不是第一個 賴清德是第一個 這個趙少康 重點是趙少康是下一個 一定會被那種無情的打壓 所以我拜託所有的觀眾朋友 你接下來會看到 因為我跟你講 現在這兩天綠媒血都是小菜 真正的那個毀滅性的還沒出來 好羞辱的 各種栽贓的 馬上就會出現 不過我想趙少康 趙先生 趙大哥 他應該已經做好心理準備了 他在第一天 前天他出來開記者會的時候 他就說 他是要打倒慈禧太后 所領導的1450義和團 所以他的心理準備 應該已經底氣夠足 心理準備夠強 心理素質夠強了 那早就有 比如說一年 其實我們講說入黨一年 他的入黨其實是超過一年 只是當年 當年他是退黨 他沒有被黨紀處分 他退黨 他是退黨 所以現在這個辦法用來說 因為你重新入黨還是要一年 以前恢復黨籍是四個 其實他拿到這個中評委的身份 因為張啟臣已經開口了 同意給 過年那一批要進的時候 就一起聘 你說慈禧太后 有人講民進黨說 你講這個話幾十年都講這樣 對不對 就是要戴帽子 其實民進黨不是講 國民黨就出賣台灣 馬英九會出賣 你投給馬英九 台灣就會被賣掉 就有嗎 那現在八年執政下來 他們執政五年 現在還是說國民黨會出賣台灣 對不對 那你看到他們就是愛台灣 國民黨是出賣台灣 民進黨就愛台灣 明明貪污收了新台幣 愛代表他也說他愛台灣 那你看看 這個就是政治的話術 那你用這樣來戴帽子 那相對的 我說你不敢台獨 你在台獨 台獨就是戰爭 你看你都恐嚇人民 那這個我講的這個只是提醒你 你要主張台灣獨立可以 你告訴我 告訴所有年輕人 我們會面臨什麼 只要跟老共打一架 打完了台灣可以獨立 我支持你 我扛著槍上第一線 我跟你說 我就一天跟你說聽 你今天連這個都不談 你都不談 然後再默默的做 到最後為什麼他們願意再站出來 就是說當發生了這個 不可預測的變數 然後面臨冰龍之爭的時候 冰龍相見 已經來不及了 那個時候你要回頭再談判 也來不及了 可是講到1450這些側翼 其實他們已經不是以前 30年前的這個媒體環境 對 沒錯 所以可不可以 我真的有點擔心 包括現在 趙大哥只是講出來而已 已經有很多政論節目 綠色的名嘴已經開始在做了 已經開始在擦針了 NCC也都來了 趙紹康身邊有一些小編 其實你先去挑賴清德 當時攻擊賴清德那些帳號 再來攻擊韓國瑜那些帳號 這個弄起來 到時候開始打你的時候 再做比對再來 我跟你講網路現在很聰明 你跟網友一講 這資料一丟 就可以化解很大一部分 那你說你可以親戚過關嗎 不可能 我說來行的就知道 哪有那麼簡單 吃路的東西 酸東豬吃東西吃路的飯 卡你的絕對不是國民黨 是 30秒 我說得跟 勇敢那樣是小聲 但是趙先生面對最大的 他最煩惱的絕對不是民進黨 他沒有在怕民進黨 也沒有在怕1450 他會勇敢面對 他的敵人在國民黨內部 他的敵人在國民黨內部 現在國民黨內部在那邊 扯後腿 射路障的 說你不能選 然後什麼黨主席 不能選總統那些人 那些人就是優惠的 讓謝龍介吃委屈的那些人 現在都還在國民黨掌權 就是這樣 就是國民黨不敢輸 韓國瑜不敢輸 趙先生要回國民黨 就是要避免這種事情 再度的發生 所以國民黨的 內部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 是 所以這個國民黨 能不能夠再起